网铺王一博二大对象是张子怡 70后导演叠战片 8月底就能验证 最近王一博赵丽颖二大风波闹得沸沸扬扬 一路发展到赵丽颖本人出面道歉 王一博工作室呼吁李治追星 风波才有所平息 但双方都未曾名言二人是否要继续合作拍摄新剧 直到王一博要跟张子怡演电影的爆料出现 这才间接否认了赵丽颖王一博的二大传闻 或者说王一博是要和某女星二大了 但对象是张子怡 王一博和张子怡曾经合作拍摄过时尚短片 一千种方式奔向你 虽然只是一次短短的晚会宣传 但故事表演很完整 一次意外电梯故障 二人被困其中 暧昧气氛就此蔓延 没有台词只有肢体交流 短暂却热烈 这次短片合作后 张子怡还当众夸赞了王一博 表达了对他的喜爱 提到全家都在追这就是街舞 对于这次和张子怡的二大爆料 王一博粉丝就淡定很多了 倒是网友不是很看好 也不是针对演员 主要是这部电影本身似乎不怎么吸引人 既然如此 那就先来围观一下这部传闻二人要搭档的电影吧 七十后导演承尔时隔五年再度出山拍摄电影 被案名称为无名 三月立项六月曝光 是伯纳中国胜利三部曲最后一部 之前两部中国医生和长津湖已经拍摄完毕 其中中国医生正在上映中 票房已经突破13亿 长津湖也一直被当作年贯种子看待 相比较之下 承尔的这部无名就低调很多了 这种情况也很好理解 因为无名是一部抗战谍战片 聚焦在上海这一城市 被案简介很简单 没有提到具体人物 也不好推断王一博和张子怡饰演的角色是什么 但场面应该不会很大 就目前的电影市场来看 非大片非大倒非特别皮财的骗子 确实很难出头 有网友提到巩俐主演楼叶导演的时代背景 就和无名很是相似 结果却被多次撤当 至今未能上映 而张子怡和承尔之前合作过的电影 罗曼蒂克肖王石也是典型的叫好不叫做 豆瓣评分7.7 拿到金鸡奖三项提名并获得最佳美术奖 可电影最终票房只有一亿出头 掐指一算 这部电影在上映前最大的宣传点 搞不好还得是大花与流量搭档 王一博参演电影之类的 网友不看好实属正常 当然对演员来说 拍摄电影的目的不应该只有追求票房这一项 王一博虽然人气不错 但在作品这块一直有所欠缺 特别是没有经历过电影导演的打磨 难得拍摄的电影还是商业动作片 导演李达超也是电影圈新人 和承尔这样的导演有本质区别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王一博到底参演不参演了 要知道六月份无名曝光的时候 制片方就说了演员已定 之后传出张子怡和朱亚文主演 接着又加入了李线 但很快又有了李线退出的消息 这时候可以确定的是有一位年轻男演员的位置空缺了出来 那么王一博的加入也就顺理成章了 恰好最近他也有去上海的行程 不过爆料终究是爆料 现在这年头你进组拍摄一个月都能被换奖 静待官宣都不好使了只能静待播出 反正目前无名出定8月底上海拍机 好奇的话 现在就可以关注起张子怡和王一博的接下来行程了 看看爆料能不能得到验证吧